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持续跟他分享 当然我相信分享股票的重点 其实也不是说要印证说 哎呦多神多厉害 其实我只是要做一种经验的分享 印证我的看法对或不对 当然你说这些跌胜的股票 能够涨到哪里去 这也是很多投资本 现在心里面的疑惑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行情 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一定有一个所谓的衡量的权重 就跟你煮饭的一样 对不对 你明明就不善于 比如说我这么讲好了 比如说你就是很会炒青菜 你那青菜什么菜丢给你 可以炒得很好吃 突然丢只鱼给你 你可能还要去研究一下 那这个鱼要怎么料理呢 要先去鱼 然后用什么油去煎比较好吃呢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等到你都研究好了 可能那个鱼都臭掉了 所以我觉得做股票 其实就跟煮饭的道理 其实很类似 什么样的料理 要怎么去喷煮炒杂 用什么样的油 用什么锅子 可能都很讲究 对不对 哪怕用什么刀子 对不对 就像为什么吃生鱼片 那个什么 很多那种日本的 那种高级餐厅 很讲究那个刀 我还听说一支桌整百万 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讲究 对不对 真的有那么省吗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这个就是一种考究 一种讲究 那我们做股票也是一样 就是说 现在整个行情来讲 当然昨天的欧美股市又持续的大涨 你看像以刀琼来讲 纳斯达克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整个刀琼指数都是呈现大涨 从高 你看像德国的法兰克的指数也是一样 大涨400多个点 的确我有说过 当乌俄如果停战的话 我个人觉得最开心的一定是德国 我的隔壁 猪鼻隔壁总算不吵架了 我相信那个耳根子会清静很多 对不对 你的邻居每天在那边吵架 我每天完结 你感动得住 所以当你的邻居 哎呦 人家床面那个老大 总算不再打小孩了 乌克兰算小孩 总算耳根子也清静 虽然昨天涨最凶的就是德国的股市 好了 那当然道琼指数也可以来聊一聊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纵使昨天道琼纳斯达克大涨 但是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的日经居然是跌了 这个再来聊好了 这个有空再来聊好了 那道琼指数倒是可以先跟他闲聊一下 昨天冲高 直接越过了半年线 我昨天跟他提到 就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道琼指数也是越涨越没量 有没有发现到 跟台股其实很像 我们今天不要单纯 就指数的观点去看 就说照理来讲 价涨量争 是一个多头非常漂亮的一种格局 可是你看到 连道琼指数也是一样 你看 都是越涨越没量的格局 就跟这边很像 你看到 大气都没量 这表示说 即使现在整个利空 这个两国交战的利空 有可能去化 但是似乎无法激起市场强劲的追加的意愿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还是会有疑虑 难道美联储不生息的吗 深啊 难道通膨会充实二职的吗 没办法 难道原物料充实就会大跌吗 哇 这些什么金银铜铁铝这些贵金属全部都会跌吗 也不太可能 所以啊 我昨天有跟他提到就是说 就算现在乌俄的这个战火 战息好了 假设说 搞不好过两天握手言和 好你不打我不打你了 很多情况它是不会改变的 美联储也不会因为你两国不打了 我就不生息也不可能 因为美联储它不管这个事情 美联储它是管什么 这个通膨这个物价这个民怨 当这个物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我才能看新闻 很多美国的民众已经开始在抱怨 有什么那么贵啊 你要知道这种民怨沸腾 肯定会影响到拜登选年人 大家懂吧 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 他一定有非把物价压下来 不压不可的压力 那至于他的手段 我大概也猜到了吧 释出战备除油是一个手段 扩大页岩油的生产 这是一个终极的手段 虽然他知道生产页岩油 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 但是为了要修理俄罗斯 他有可能会像18年的时候吧 还17年的时候 对不对 叫美国那些页岩油厂商 不计价卖出原油 然后就把油价压到剩不到40块 会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美国他有的这个本钱 好了 这题要再画了 有空再聊好了 那当然今天指数大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也是个油量有效的格局 昨天2500多亿 那今天增量到2950亿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说可以维持在三乘一上下 指数是涨的收红 而且又有主流的话 基本上来讲大盘 它还是属于一个健康的格局 它还是属于一个健康的格局 大家知道股票市场里面 有几个忌讳 所谓的忌讳就是说 有主流没买气 这是个忌讳 指数大涨也没有买气 这也是个很大的忌讳 表示说主力大涨那么辛苦 这种感觉就很像 很多办公室在打周年庆 对吧 平常顶多都是原价 我现在打个周年庆 或打个什么母亲节党级 结果没什么人来买 你要知道那个杀伤力很大 我已经下重本 来回馈给你们促销了 结果大家不买单 那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大家的买气有多差劲 有非常的薄弱 但等我意思吧 所以说当这么多促销 都还没有买气的情况之下 那肯定表示市场是不认同的 表示说你这个党籍我不喜欢 可能你出的东西我不喜欢 所以我讲的就是主流的一个概念 好那你说今天有没有主流 有没有主流 我们先讲今天弱的好了 好 当这支很强的嘛 当前 打下来 当这支也很敏的 打下来 昨天这支也很强 松钢 也许你觉得不够主流 来 1722的台肥 今天打下来 你看哦 今天跌的都是跟化工 而且都是昨天很强的股票 有没有看到 包括这个东姐 好 当然我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大家 要面临到的问题 你看今天很强的股票 你一去追隔天有可能就下来 有一个关键 你不要去追踪 已经涨多了不就没事了 你去看看我之前分享给大家 这三档股票 这一份资料 当然我今天准备一份新的在这里 PART2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优质跌升潜力股PART2 想要的可以趁广告的时间扫码 晚一点我就会把这个三档股票 上架到我们这个粉丝专页 因为我这盘中的刚刚整理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之前送的那一份 这三档 今天一支不错 第一支 我忘了把这个拿掉了 刚刚在忙 这是哪一档呢 如果你手上有资料的 给周老师点个赞吧 我可以稍微验证一下 这是哪一档 可能你们不知道 没关系来 这是3月25号分享的嘛 对不对 3月25号那天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我所分享的股票就是像这样子跌升的 而且股价都不贵 这是哪一档 也不用拆了 来 导播贴个过来 有没有看到 3月25号那天位数3508 符合跌升股的买进要件空手者 有没有看到 436444卡位一层 今天的位数还可以 好 发动了 有没有看到 虽然说我们买了比较早一点点 上个星期就开始布局 但是我觉得也不错了 虽然说还囤论了两天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我们逢低布局 这种还跌升的股票来讲的话 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坚定告诉大家 你要买的要买跌升的股票 我给大家看几个证据就好了 其他我不用多讲 我看这支深泉吗 其实深泉算不算跌升的股票 也算 如果你把这个低点拉回到这边 它的确算跌升 但是短信已经涨很多了吧 好 那我们不要看深泉 我们看这个6118的健打 这算跌升了吧 有跌就没有 没有呢 今天开始跌而且股价不高 有没有看到 股价不高三十几块 3051的利特 今天有利多 所以直接空涨停 股价也不高 二十几块 对不对 3701的大中控今天也不错 持续的创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也是跌升的股票 当然还有24001的领阳 你看今天也是跌升的股票 你看往上冲 有没有看到 都是跌升的股票 还有你看528的借铃 算不算跌升的股票 也算 还有4551的资深科 也是标准的跌升反弹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之前分享的股票来讲 我强调的叫做优质跌升潜力股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有一些涨多的股票 当然你现在去买不是不行 比如说像你看今天这个德伟 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跌 今天持续的创下什么 挂牌来的新高 还有包括今天像这乔帽 它是盘整 它不算跌升 它算盘整 它一直在横盘 还有3017的起哄 你看这是算 持续在高档震浪在创新高 我相信如果今天可以让你选 我这么讲好了 当然像德伟 乔帽这些股票 他们发现到都高价的 我相信如果今天 投资朋友 如果你可以做选择的话 我觉得 基本上我相信 你一定会选择像位数这种 还在低档刚起步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大家的想法很简单 大家要去哪 往上的空间 有无形的想象力 就算错了 跌下来亏也不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 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追向东京这种股票 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就很难说得准了 有没有看到 万里人家肩头反转 那可能你跑都跑不掉 拉动我意思吧 我相信在整个 从第一档去买 你拿位数跟拿东检去做比较的话 我相信十之八九的投资朋友 一定买位数的嘛 你不要告诉我说 周老师 我就是退去 我就是要买一种创新高 一直在去的 好吧 那你看我节目就一直不到了 我只能祝你幸福健康快乐而已 外加住你操作顺利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看 这一份资料 当然 当然就剩这一档 差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也快了 因为轮动轮掌吧 你看像经信已经发动 那我们就不再去提他了 那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吧 就说为什么今天我分享的股票 免费分享的 你看我分享的股票 就是像位数这样子 而且还有带会员买进 而且是一般会员 有没有看到 这是一般会员 今天要跟他分享这张股票 也是一样 也是强调 优质的跌身潜力苦 Part 2 这是第二份 我上礼拜就有预告 我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给三档 那今天再开始分享三档 有信任的投资票 我自己去扫码 加入周大师的粉丝专业 粉丝团了 这份资料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就可以看得到 现在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说为什么今天 我在整个布局上来讲 我要压这一些 假设要我做多的话 我要压的 就是要这种跌身的 那相对的 那你要空呢 你就要空那种 已经看起来 比较像涨不动的股票 类似像之前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有空再跟他聊好了 有空再跟他聊好了 就说今天 为什么我强调的就是 涨多的我们执行短空 跌身的我们采取低阶 原因就在这里 基于风险的考量 我想买 我当然希望买得比人家低 我想空 我想买 我当然希望买得比人家高 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这就是现在短线上来讲 我个人看法 一个过渡时期的做法 听清楚 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做法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强调 这边就我前几天 我说这种抢反弹 比的就是手脚快 比的就是你的意高人胆大 那如果说你质问 你的手脚不够快 你意高 也许你口袋有钱 但是可能技术不到位的话 那当然跟上我的脚步 你看像位数这样子的股票 一般会员就带金了 你看我们在25号那天 低阶 买完之后那天还跌 还杀尾盘 还低阶 这都是我的一关坚持的做法 我也不喜欢追高 除了像位数之外 你看记不记得我之前 有跟他预告过 我记得我有一天跟他预告 就是说我们从3月23号那天开始 我们要改变一些策略 就是说改成一个多空双向 你看除了你刚刚所看到的位数之外 包括像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你看今天有一档股票也不错 叫借铃 你说借铃算不算跌升的股票 算喔 它绝对是 我相信它跌到这个位置点来 没有人会说它不是跌升的股票 加上这两天电动车的这个 我们讲嘛 就是侧用的概念 还是算有在发酵 在这档上有跌升的利多 所以你看像这样子的股票 为什么你看 今天大盘一涨马上就一飞充天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你看 我怎么可能会错过 怎么可能会犯过 你看到3月23号 我那不是预告吗 我们开始多空都操作 多空双向都操作 所以23号那天 还有待会买进什么 5285的借铃 你看到97到97块半 亮出的时候进去卡位 你看今天的借铃一块110了 是不是价差又有了 是不是价差又有了 你如果没有把握 还没大涨之前的布局 当这些股票一冲上去的时候 你面临到就是有追高的压力 所以你今天你跟着我做股票 你说我会不会带你们追高 除非做对加码 比如说我们今天买的股票 符合预期我们才做加码 但是我最近很少加码 因为我觉得反正有赚就跑 有赚就跑就好了 不用太计较什么赚多少 因为这个行情来得快 有可能去得也快 就像我讲的 当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个仗一旦打完之后 很有可能股票市场 整个竞动市场 它就会反映到一个 就会做一个所谓的 利多出境的反应 因为毕竟没有人希望 我们在分析行情 经常被这些所谓的什么 政治因素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给干扰 因为这种不断的干扰 说真的你很难给一个 客观的分析建议 用力做多 听起来也怪怪的 然后权力做空 万一又涨 听起来也怪怪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这些 我们无法掌控的 不确定的因素 全部排除完之后 那个时候所做的判断 还有那时候所下的决策 通常来讲就是最完美的 也是最正确的 所以我相信 我当初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说为什么今天我要多做 也是考量到就是说 第一个 现在很多跌升的股票 的确物美价廉 你刚刚看到的位数 包括像借链这些股票 对不对 不买白不买 反正跌升总是会稍微反弹一下 只是说这个反弹的肉有多大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先跟他提醒一下 我今天我们节目是不做 所谓的股价来预判的 按规定也不能预判 但是我相信 如果今天这些跌升的股票 能够握在手里 我们不要说多了 哪怕每只股票 你都赚一只涨停板 也非常的不得了 也很买人 你知道吗 一基赚一生 五基就赚五生 也不得了 尤其在最近这个行情 这么难做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压一些跌升的股票 反而比较没什么压力 轻松又愉快 总比去追那些涨多的 你看像昨天去追东姐 你今天已经娃娃叫了 对不对 不要做中共来自 好了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晚安回来再聊其他的股票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外籍家庭看护工 受疫情影响 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 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因疫情 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回母国休假 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 经县市政府 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 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 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 可拨1966 长照专线申请 再次提醒 想要这份最新的 跌生的优质股的话 记得赶紧加入 红哥粉丝团 扫码加入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三档 我重新选的 在这边 三档 这新的 不是前面那一份 好 再来 我们再聊一下 其他的股票 有些投资朋友 就说还没加入会员 在问 就说 难道我不能先加入一般的会员吗 当然我今天不是说 参加什么等级会员 一定好或不好 但是我这边要跟大家纠正一点 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等级的会员 基本上来讲 每个老师他的做法可能不同 但是在我的做法来讲 反正我觉得 我是以股价来作为一个考量点 比如说可能一般会员 我就不会去带那种两三百块的股票 因为毕竟股价比较高 对不对 很多可能投资一买一张挖 他可能就没有钱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我在安排 我在分配上来讲 有一些中低价的股票 我会优先给一般会员去买 那特别就是有的会员会问 就说那参加一般会员 按照他们的经验 可能好像股票都不会特别好 我觉得也不要有这种想法 但是至少来到我这边的话 我不会有这样的区别 因为在我的安排来讲的话 有收好的股票 我很多等级都会带 比如说专家会员我也会带 特别会员我也会带 哪怕顶级会员我也会带 就是我觉得这个股票不错的话 有可能三个等级都会带 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你看像今天的油田 表现还可以的 我们不用去探 我们先不要去探 今天会不会涨年版 就是说今天 站在一种强短的概念来讲的话 比如说今天 反正我们目的就是赚短线 那当然就去买 今天盘面上比较强的股票 但是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他可能一下子无法反应 说那这个股票一开高还能买吗 的确有的人会这种质疑 可是如果今天你跟我的话 能买我一定会提醒你 不能买他自然就不要买 因为有些股票开高 他是突破一个反压 说不定这个起账点 不买也不行 所以你看我今天早上 第一通扣讯 还不是发给顶级会员 第一通扣讯是发给一般会员 买什么 3455的油田 有没有看到清清楚楚的 有没有看到这一般会员 专安会员就是我的一般会员 99块半到100 买进油田 一开盘就提醒你 今天最低没有到995 但是100块一定买得到 那你看今天最高充到105 可不可以做当充 可不可以 抢短嘛 我说过嘛 抢短比的是什么 手脚快跟反应度反应快 那如果说今天你又想做短线 又想抢抢这种短线的钱的话 如果你质问你的反应不好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 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我不怕没行情 有行情一定会带你们赚 就怕没有行情 所以你看像今天的油田 我们一早 对不对 一大早9点02分就抠进去 有没有看到 就告诉你 可以买油田 所以你看上个星期 我们布局的这个位数 马基里啊 还有借铃马基里啊 慢慢的啦 还有包括像其他的 我就这边就不带一档一档去略取 总而言之也很总之 这个行情该做什么单 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中 什么时候要开始清仓大拍卖 其实我也大概都心里有数了 我也不会说说 每天这样盲目的去追高 不会的 因为从最近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股票涨多了 短线涨多了 都会面临到很大幅的震荡 看一下昨天最强的东间 就最好的例子啊 对不对 昨天还一副欲罢不能 哇 今天怕 怎么怕跌停板呢 你说这种人生大起大落 这么快就算了 股票大起大落 有人心脏会受不了啊 懂吗 所以我就去做股票 就像我常讲的 有时候我常在想 今天你来参加我的会员 我要给你们 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是要带你们这样 坐云霄会议车 哇 南米正去穿东间 今天台东间 南米又要买什么 买什么 我相信没有心脏病的人 也会被这种老师 带到有心脏病 所以对我来讲 以我的做法来讲 也许你们会发现到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 这种很强的股票 来跟大家讲 因为我求的是稳 我不能把会员带得 好像在赌博一样 今天秋风不错 然后我们就赌一把 今天秋风不错 就全部砍光光 不行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承受得出这种 这种股票的大起大落 所以说跟我操作的话 我一向有个原则 你问我 有没有天天都有标股 这个我不能跟你保证 但是只要真的有 不错的股票 像今天的 你看油田 这是今天买进的 还不包括像上礼拜 我们布局的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我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 第一手的速度 就带你会员买进 这就是跟我 加入我的会员 我必须要先跟大家 声明一下的 我不会带你们坐 云霄飞车的 放心好了 好 那当然今天的节目重点 就是这个 优质的跌升潜力股 持续给大家分享 你错过了前面那份资料 你错过了 比如说像 金星 卫数这些股票 没有关系 这份资料 这三档股票 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都是高股息准备要配的 我相信接下来的行情 当大盘整理到一个阶段之后 接下来的行情 爆发力比较强的 大概就是这一些 高指率率的股票 应该会是下一波行情的主流 当然你可以等到 那个时候再来布局 也可以提前布局都没有关系 反正这份资料 你先拿去做个参考 有不错的股票 我自然还是会持续 给大家做个分享 好 那今天上吼节目 就会跟大家进行到这边 想要缩取这份资料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一定要加入做法师的粉丝专页 节目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 常常顺利 我们下期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2752 5868 2752 5868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升